欢迎收看,我是佩妮教数学 那么我们要进入到排列组合这个单元的最后一节 所谓的二项式展开和二项式定理 那在介绍二项式展开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样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呢没有要直接乘 但是它展开的过程中我们按照这个x4次项 我们来讨论系数 三次项 然后两次项 一次项和常数项 分别来去讨论到底系数会是多少 那x4次项没有问题 一定就是四个括号都出x 所以是1 那三次项呢 比如说在分配率里面 如果我现在是a加b乘c加d 那这样子乘开来会是 ac加ad加bc加bd 如果我在前面再多乘一个 比如说x加y会怎么样 它就会等于是ac加ad加bc加bd 去乘那个x加y 那再根据分配率 它就会是acx adx bc bdx acy ady bcy 和bdy 你会发现总共就是八项 那么说穿了就是怎么样 这三个括号 每一次轮到它的时候都要决定要出前面还是出后面 对吧 你可以出xac就一项 然后那个xbd也是一项 yad也是一项 ybc也是一项 这样总共就会有八项 因为每个括号有两个选择 总共有二的三次 八个选择 所以呢我们现在有四个括号嘛 所以一样就是说我这四个括号呢 其实我总共最后就是每个括号都要决定要出前面还是后面 决定好之后就是一下 所以你可能会出xx34 你也可能会出比如说x2xx 或者是1x3x这样 里面如果要产生三次的话 那一定是有三个括号出x 一个括号出常数 所以哪一个括号会出常数呢 你有可能是1出常数就是xxx 这样就1x3次嘛 如果是这个出常数的话 就是x2xx就是2x3次 如果这个出常数 那就是xx3x 就是3x3次 所以这一项的结果 它的系数是1加2加3加4 那平方呢 就是两项出x 两项出常数 所以你有可能是12xx 或者是1x3x 那这个我们示范过很多次了 就是说如果不要数肉的话要怎么做 要121314232434 那问题来了 就是说那我12xx这样带来的系数是多少呢 注意不是1加2 因为你是1乘2乘x乘x 产生了这一项 所以我们这里呢 是1乘2 或者1乘3 那这里之间就是用加起来的 就是说你会有一项是1乘2乘x平方 还有一项是1乘x乘3乘x 这样是3乘x平方 会加起来 所以你最后的系数是用这些加起来的 还有1乘4 2乘3 2乘4 3乘4 最后算出来是35 可以吗 那如果是x像呢 等于说有一个乘x三个初数字 哪三个初数字 其实你只要去想哪一个乘x就可以了 如果这个乘x你看到的是2乘3乘4个x 如果是这个乘x你看到的是 1乘3乘4个x 如果这个初x你看到是1乘2乘4 如果这个初x你看到的是1乘2乘3 这个算出来是50 如果是常数项就代表四个括号都要出 都要出数字 所以是1乘2乘3乘4 是24 所以最后这个 展开来会变什么 会变成x4次加 10x3次加 35x平方 加 50x加24 这个虽然我讲说这个主题是二项式定理 但是我们还没有上到 还没有要用到二项式定理 因为你要正确的理解 为什么二项式定理会发生的话 你要能够想象 就是乘开来会怎么样 所以我现在有10个括号嘛 展开并合并后 问你这几项系数分别是多少 就像我们前面刚刚讲的 所以我们很快讲过的都不重讲了 10次项的系数就是全部都出x 9次项的系数就会是怎么样 9个括号出x只有一个括号出数字 所以你会有1x9次或者x2然后xxx对不对 所以答案是1加2加3加4加到10 所以是50 常数项是1乘到10 还记得吗 这10接就是 3628800 那比较难的就是这个 8次项啦 那8次项的系数会是多少呢 因为有8个出x有两个出数字啦 所以你要去想哪两个出数字 有可能是1和2 有可能是1和3 14151617181910 2324252627282920 34353637383930 45 很对啊好像这样一直数 那你说这样子 就你现在看到这样子对不对 一直加 那要加到什么时候呢 这里提供两个方法算 这个我们在前面也 做过类似的但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可以这么做 所以汇放这一题的原因啦 就是说不是说 弦刚才那个四个括号太简单 而是想要利用这个时候再 重新的微习是我们曾经看过的 讨论一个问题的方式 那这个方式他可能出现在这一题 他可能出现在别的不同的情境里面 我这里有1到10 这里有一到10 那我这总共100格 每一格呢如果我都填进去就是他值得乘恒的 比如说这个就填1乘1 这个2乘3就填6 3乘4就填12 这样10乘10就填100 对不对 那你现在看到的这里的 全部都会是 1到10去乘1到10的 100种结果 对不对 这里面 因为我们按照这个题目要的他其实就是怎么样 都去乘那个 比自己大的部分 所以 我们要的是这一块 我们要的是上面这里 对不对 因为自己乘自己的不要之外的上下是对称的 上面这个就是 假如我前面这个是1的话 1乘到比自己大的 就是我们要的这一块 那这块会是多少 如果我全部要去 加到底总共有多少的话 这一排第1排是 1加到10 第2排是2乘1 2乘2 2乘3到2乘10 所以他是两倍的 1加到10 第3排是3倍的1加到10 到第10排是10倍的 1加到10 所以全部合起来其实是1加到10倍的 1加到10 对不对 我们在那个 10080 所有的因素合是多少 是不是也做过类似的 计算 这样是多少呢 1到10合起来是55 所以这个算出来是55平方 那55平方是多少呢 这个我也会教学生 一个速算的技巧 a15的平方是 这个 a乘a加1 5630 后面结25 那如果你没有记这个速算的技巧的话 你可以 自己现场动手算 那道理很简单 a15的平方 比如说3545 55的 平方 它就是10a加5的平方嘛 因为它其实是把a乘以10 然后加5的平方 根据成法公式展开 这是100a平方 加上2乘这个乘这个是 总共是100a 加25 那个假如觉得我算太快可以按暂停想一下 那我们把这两项提出公英式是100a 所以它是100a乘 a加1 然后加25 所以你就会发现 a15的平方 比如说35的平方 它是怎么样的 a乘a加1之后乘100再加25 那样 有什么用 因为你任何数字乘100 就会变成是什么00 比如说23乘100就2300 所以什么数字如果乘100加25就是直接在后面加25 比如说这个73的乘100加25就是7325 因为它变7300嘛 然后加25 对不对 所以说35的平方是多少 3乘4 3乘4是12 25 所以35的平方是1225 45的平方452025 那这个 它有一个用处啊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判断那个 二分 二分逼近的时候决定是要那个适舍还是要侮辱 回来到我们这题 所以说这个全部合起来的话是3025 那我要的是怎么样 减掉中间这一条再除以2就可以了 就是我们这里的 整个算出来的答案 那中间这条呢这个是1平方 中间这条是 1平方加2平方加3平方加到 10平方 那因为以前的课纲固定都是 排列组合在那个数列集数后面 所以学到排列组合的时候都已经学过这件事情了 现在就是看教科书 这个在这里偷偷抱怨一下 我实在是不知道为什么 各个出版社要把章节一直换来换去 其实我知道为什么 就是 因为他要防止大家用去年的教科书 因为以前的人会用姐姐或哥哥的 参考书就不买新的 这样书上就赚不到钱 那现在他们可以自己出课本了 他就故意把课本的章节调来调去 让大家不能用去年的 他也说不出来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调 因为每个出版社都用不同的调法 如果你有说哪一个排版的方式特别的正确的话 那是不是大家都应该用那个方式 或者你是不是至少应该跟自己去年一样 都没有啊 一直换 一直换 就是想要赚这个参考书的钱 所以这个1平方加到10平方 那其实在那个数列集数那个单元会教大家这个是 6分之n乘n加1乘2n加1 所以是10乘11乘21 那这个算出来的话是 385 所以我们要的答案就是 这个减这个除以2 所以是1320 同样的问题我们再来看一次 如果现在呢有一排括号 这排括号是 x加1 2x加1 4x加1 8x加1 到64x加1 的话 那这样乘起来会是怎么样呢 你可以按个暂停自己写一下 那因为概念上跟刚才差不多啊 只是算起来有点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直接做了 那最后的常数项就是每个括号都出常数 所以在这一题常数上是1有5 反而是怎么样呢 仔细看的话这里有几个括号啊 你要自己数一下 这有几个括号 64是2的6次 然后1是2的0次 所以其实这里有7个括号 这个x7次项呢 它其实是1乘 2乘 4乘 8乘到64 也就是2的0加1加到6次 也就是1加到5是15 1加6是21 2的21次 好如果是 x项呢 如果是一个项呢 那就说一个出x 其他都出常数 注意常数就是1 所以有可能是x乘1 和2x乘1 和4x乘1111 和8x乘1111 所以结果会是 1加 2加4加8加到64 还记不记得这个答案会是多少啊 就说如果我再补一个1在前面的话 1加1是2 然后2加2是4 4加4是8 8加8是16 一直到 最后会变成是这个数字的两倍 128 但是我要把1扣掉 所以答案是127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6次项呢 6次项等于说你会有6个括号出为x 一个出常数 也可能这个出常数其他出为x 对不对 那这样子 算起来会很丑 可是我们其实用一个角度去想我们利用这个 全部 如果全部乘起来 是2的21次 这么多 那如果今天我是 比如说第1个括号出 数字1 其他都出为x乘起来 那你觉得会怎么样 那这样子的话呢 其他数字乘起来是不是变成说从2开始乘到64 就少乘一个1嘛 那好像没有差 对不对 如果是中间这个出数字1 然后其他出为x 那你是不是就是这一排数字乘起来但是少乘这个2 那所以他会变成是怎么样的 他会变成是1分之2的21次 和 2分之2的21次 和 3分之2的21次 去加起来 一直到最后这个64 如果这个出1 其他前面出x 那就会2的21次就会少 少乘这个64 那结果你如果少乘一个1等于还是2的21次 可是你如果少乘2是少一次 少乘3是少 更正这个不是3 这个出的话是4 对不对 所以是4 分之2的21次 那这样子你2会少两次 会少两次 所以是 19次 一直到这个64是6嘛 所以你少乘6次 你就会 只有15次而已 这样 那一样 就是建立在我们前面已经学过急速那一章了 这个是 等比急速 首项 乘上 R 公比是2 然后总共几项呢有7项 从15到21有7项 所以他会变成2的7次就是 128 所以2的7次-1就是127 它是127乘上2的15次 经历的这一切终于来到了我们这个主题 从2向式展开 所以你就可以理解 就说当我今天 X加Y要三次展开来的时候 他等于有三个括号乘在一起 你要有这个 X平方Y 你等于三个括号里面两个括号出X一个括号出Y 我们当然可以直接说啦 就是这样是1 XXY是1 XYX是1 然后这个 YXX也是1 所以这是3 这个系数是1331 这我们早就知道了 那但是就是说我们要把它写成这样 所以3个括号都出X 3个括号里有2个出X 3个括号里有1个出X 和3个括号里都没有出X 可以吗 刚才讨论这些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 更快的去 进入 虽然我们前面也教过 为什么2向式展开出来的系数前面是乘上 C级曲级 因为你要出现比如说我们下面这个 你要出现 X平方Y平方这一项 你必须要有两个括号出X两个括号出Y OK当我已经确定了是前两个括号出X或两个括号出Y的话 你就会有XX X2Y2Y 对不对 所以你会有一个 X平乘以2Y 这样就一个 那也有可能是头尾出X中间出2Y 那也会有一个X平乘以2Y 所以到底会有几个呢 6个括号里两个 4个括号里两个出X两个出Y 那这样是不是4接 除以2接2接 也就是所谓的C4取2 4个括号里选两个出X 所以这里的系数就会写C4取2 但是因为我们的那个 每一个Y都会带上一个2 我们是2Y平方吗 所以这里还会乘上一个2平方 可以吗 那所以这个的话是C4取4 C4取3乘以 他只有一个Y所以会有一个2 那如果是XY3次的话就C4取1 乘 2的3次 和C4取0 乘以2的4次 Y4次 这样 那最后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前面有讲过 C有互补性嘛 所以其实我们这一题的这个 C 也完全可以改写成 C4取0 C4取1 有的人他可能会觉得这样子好看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一次 这个2就一次 对不对 两次这个2就两次 C4取3 这个2就三次 C4取4 C4取4 2就四次 那其实没有差啦都可以 可以吗 好那我们这堂课就上到这里啦 就是说明到说为什么会像是展开长这样 下一堂课就要开始用了 这就还没关系 我闹钟 就是